这个在镜头前忙前忙后的 就是老爷子的三儿媳妇王女士 现如今照顾老爷子就是王女士每天的头等大师 自从十几年前嫁入这个家 他一直都在无怨无悔的付出 从没有半句埋怨 但是就在最近 王女士的心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肯定要跟他们说一个 所以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不能平无悟的 就是无限的我都付出了 不可能 肯定要挣百分之百得挣 王女士告诉我们 丈夫在家中排行老三 还有两个哥哥 一个妹妹 她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心理落差 都是丈夫的这几个兄妹造成的 您是家里的三儿媳妇对吗 对对对 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一句话 您说既然他们这样对我 那我就跟他们争到底了 因为他们一直拉我当外人 曾经他们打架说说 他是外人跟他说不着 所以我就不说不着 我就不说了 我该怎么做我怎么做 为什么把您当外人呢 因为我是离异的 带着一个孩子 95年我们领了结婚证 那个时候 你丈夫也是离婚吗 我丈夫是初婚 没有结婚 也就是他爱上了 已经离婚的您 对对对 后来晚以后呢 就一直结婚就在他家住 相处的也不错 可是就说我跟我婆婆呢 鼻子之间呢 就说刚一进门嘛 可能婆婆爷爷可能有的 喜欢看不惯我 也可能呢 就说我做的呢 可能也有点不对 反正我们也发生过争执 也就发过争吵 事关于时间一长了呢 慢慢慢慢我们就 磨合得比较不错了 父母都是双方的 该怎么做怎么做 无怨无悔的 但是就是一样 我婆婆06年走了以后 他们就发生争执 发生争吵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打了两句 我都糊涂糊涂 你们打的是什么 一年来一次 来一次就上这打 你打什么呀 还我说 你们有什么事 你好好说别嚷 说说就嚷起来了 说说就嚷起来了 还骂 就弄得我 就莫名其妙的 一直我就忍着 因为我婆婆临走 就是在中医院 住院的时候 跟我说 说家你把家弄好了 完了好好照顾老人 完了家不容易 你们也不容易 我还有 老太跟我说 今天我就在这说 他们谁都不知道 都没说 家里什么事 都交代给我了 王女士告诉我们 从自己被父母拒之门外 到用尽心思 得到家人的认同 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所以尽管自己 被这几个兄妹 当做外人 为了信守 对婆婆生前的承诺 她一直默默忍受着 但是她仍旧有一件事 始终想不通 那就是自己和丈夫的力量有限 照顾老人 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为什么当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 兄弟姐妹竟然能做到 不闻不问 咱就说不上老爷子有病 我们经济条件特别困难 对吧 完以后第一次他们打架 打完架了 你说老人生气不生气 生气 我们又没有钱 说实在一点积蓄都没有 他们前着走了 不闻不问了 完以后老爷子脑血栓 整感情是 那08年4月份 脑血栓 需要用钱了 完了我们那位 给他二哥打了一个电话 打了一个电话 他就说老爷子有病 因为在这个之前 我查一个 他们有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就说 现在老头有腿球筋 有腿球筋拿出400来 一人掏出100块钱 完以后防备老头有病 可是老头这脑血栓了 我爱人打了一电话 他二哥就说 你不是说退了吗 没有了 什么叫退了呀 就是钱上就没有这一说了 就没有说给老爷子防病 那一说了瞧病 你知道吧 老爷子400 我一人100 也就相当于 现在这个老人 是你们一家人在养 对对对 那老人的退休金 谁在买 老头退休金 自个儿拿着 不是我在拿着 因为老头就说 当他花完了以后 我偶尔就说 他就说 华子我没钱了 我就给他100 200的 我也没钱给他 老人有多少钱退休金 这个是他儿子 好像是2500多块钱 2400 那老人这么高 退休金都干嘛花了呀 他抽烟喝酒 是吧 抽烟喝酒 而且就是说 这又有一个小插曲 也是什么小插曲 在打架的时候 他们 那就是 接老头去吃饭嘛 吃饭 给老头买了 买了上饭馆买了两次 三文鱼 打架的时候说出来了 从那开始 老头不去 他们的吃饭了 不去吃饭 没礼拜让我去 给买三文鱼去 所以说 他这吃我不能不买呀 人家是拿他自己工资买 没用我们的钱嘛 也就是说 老人家自己 这2400的工资 自己都肯定花完了 那肯定他没有了 因为他脑血酸还吃 那安公牛黄呢 安公牛黄说的 咱都是这个药 很贵的 你要不给他 说的我上不了班 我肯定上不了班 我就得专门的 我就伺候他 面对自己 全心全意的付出 面对家人的冷漠无情 一直被当作外人的他 终于爆发了 而他与丈夫 现在所居住的房子 也就成为了 全家人争吵的焦点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 房子的情况 我们把王女士的丈夫 也请到场上 房子是租赁的工房 租赁的工房 谁的名字 最早是我母亲的 现在呢 现在是我父亲的 我母亲去世以后 当时家里户口 没有别人救我了 老二给我打电话 通知了我 他把前面的全体 把完了户口都销完了 让我去改的户口 和去改房 那个成都人这个 改成谁了呢 改成我的名字 因为我父亲户口没戴这 在了二呢 这个打架过后以后 他们这个老大哥 我妹妹闹起来以后 老二不成事说 我没说过 那也就是说 你二哥是肯定知道 妈妈去世之后 这名字改成您的了 对 但他现在不承认 他不承认 他那哥俩闹了以后 他不承认了 见到黑白吗他这 那天晚上是 第一次打架 打架打到晚上快一点了 我说那就赶回来吧 何必呢 也就是说 名字先改到您名下了 这承租房 对 然后呢 哥哥他们闹 闹您又觉得没必要 对 老舅这一个老人 有什么可闹的 现在改到了 父亲名下 对吗 那现在这有什么矛盾啊 这不就改到 父亲名下 不挺好的了吗 当初是 说为了想 这个姑娘 想说 想搬回来住 你妹妹呗 对 没跟我说 老大和我妹把老人带 楼外到餐厅吃饭 我不知道说什么 第二天 这个姑娘才跟我说 说想搬回来 我说不成 我老爷子也说不成 这哥俩说了 不成 不成 你不成 头一天吃饭 也给你录了音了 给老人录音了 我说你当时 你吃饭 跟老人录音是吗 也就是你妹妹 想搬回来 然后跟老爷子说了一下 然后呢 把这话给录了音了 对 他说老爷子搬回 我说你当时 有这么做的吗 我说我说什么了 什么我没说呀 我说你妈 我那些话你录上了吗 我说她不念事了 所以我就说 他们坐儿女的 怎么做 我都不听 就你别上这儿 跟我来折腾 跟我打来 跟我闹 我名字 我看成老爷子名字 我就怕发生争执 我说要跟你争狂 当时的名字 我就不应该让他改 我改为老婆的名字 我就不改怎么了 最后他们还是没完没了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野人话咋话 原来就是一只的机缘 那天他们带老爷子 过来吃饭 吃饭 我们一直也在说 吃饭很正常 儿女听老人吃饭 他自己买八十多了 你四眼都带他出去吃饭 师父你跟我打成招呼 你没吃饭去了 老师自己在家呢 那我们不带老师吃饭 穿饭回来 对老二的跟我说 说你给他写个条 在窗兜里头 就是挂一盘 把这电话给写上 完以后呢 趁他出去 完以后专下 我乐着 我乐着跟他们坐了一句 我没必要写条 挣他岁数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 吃完早点就回家 楼顶多的楼底 又一半 这个时候 老大就出来不干了 带着脏子 跟他背什么话 动起手了吗 对 你是不是就想打我 你揪人的老二伯领子了 那天晚上还报110了 是他二哥的那个 姑娘报的110 完了110来 给说给解释一下 说谁都不容谁 就互相就这么吵这么打 你们又骂老头 又骂老娘的 用老头走的人叫了 做一下圣识 连警察都骂了 很奇怪了 你想他们上 就是每年来一次吧 完了以后上这来 看老人了 进门 我们在家 也不理我们 值不冷凡的就进去了 进去完了以后 说扭头就走了 还冰了帮 反正动静挺大的 整个人又胡说八道 真可笑 我觉得他们真可笑 老父亲看到这些 老父亲什么样的心情 第二天就跟我说 说华队 我难受 你说谁谁不听 你不是感兴趣吗 我说没事 我说咱们过咱们的 这不走了吗 还一年以后才来呢 我这跟老爷子这么说 老爷子得别看 自己的质女 弄成这样 是我们也不愿意答 因为在这之前 从我母亲去的以后 来了很多 差不多每年来一次 就闹一次 不然什么原因吧 就吵到 还有就是他们几个 他们三个人 商量什么事 商量好了 决定完了 跟我们说 通知一下你 对 说做什么事 如果说我们同意 这事就没事 如果不同意 结果就是 肯定是打一架 跟你说 叫你来 你来吗 你必须说明 凭什么跟你说 你必须说明 我说凭什么 跟他商量事 他也不参加 您觉得家里面 出这么多事 两个哥哥 一个妹妹 对您意见那么大 跟您这妻子有关系吗 肯定也有 这里边的原因吧 是不是他们真的觉得 再说句话 他们有点瞧不起我们俩 为什么呢 他们生活条件都好 我们俩生活条件不好 可是生活条件好和不好 兄弟姐妹之间 犯得着吗 对啊 这因为从我母亲病 他就是说上了嘛 他们出的钱 我出的力 我们生活不好 我没钱 没钱不是理由 就是 没钱是你守护的出力 因为我把工作 我只能是 我陪着他 需要家属陪 妈妈生病的时候 一直你在陪 对 从住院开始 第一次住院住了23天 我在这待了21天 21宿 第二次住了 好像是17天 我待了15天 15小 主要都是您在陪 对 冯田果节住院 冯田果节住院 也是我在医院陪的 他也不是每天都陪 我们也在呢 咱妹也不会陪的 我们也天天陪的 就是我们也不会陪的 事办完以后 告诉我们什么也没管 都是他们管的 当时妈妈是什么病啊 尿毒症 那要透析吧 她是就出院以后透析 也没办了 实在是在这些 我也不想跟他们争上 老人也在 从早了以后 变本加厉吧 不过就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现在就说 你们打完架完以后 老头病两次 在北大医院说 当时住宽建中医院 通知他二哥 人家中医院说 没法调了 这么大岁数 已经黄的掉磨了 就就是那黄胆啊 掉了 让我推着他转院 还有我跟人嚷嚷上 我说你转院 最起码您给我一个 讲到底是什么样 是胆囊啊 还是什么 这时候我就拿不定主意了 就我跟他说 我说你给二哥打一电话 完了问问 咱到底怎么办 我这个心啊 二哥也来了 完了到这看了看 人家说转院 转院转院呗 完了以后 你们看着办吧 我问他一句 您说我心凉不凉 完了以后到了 被大医院了 本身就是 到急诊室 消费就贵 对吧 没有钱啊 真没钱啊 因为这第一次病啊 借的那钱还没还完呢 光机这一月 一年一次病一次 我没缓上劲来 哎呦呗 谁缓上劲来 你一个月 你买三台内劳 那什么啊 老头不在花这儿钱 拿出底盘来 老头报多少 老头开始住院了 就是交自费部分了 不是跟老太太住院一样了 人家住院费要一万五 我上哪拿 我在医院里 我专磨啊 我真专磨 又剁脚 最后没有办法了 后来完以后 他说要不然这样得了 说你从你妈那儿呢 拿一万块钱 我咬牙咬牙 后来给我妈打了一电话 我妈说 他哥他们不管啊 我都没说不管 我说找不着 联系不上 我说你先借我用用吧 这么着 求着我妈 把这一万块钱拿过来 老头才住进医院 你住院你妈住不掏钱 这你妈拿出来了 你住院说 你病说 怎么没人给你拿呀 她住不住院 这是她妈掏钱 真是 住到北大以后 完以后呢 等于就是 因为我做完手术嘛 老太太走了第三个月 我做的子宫接触 我做了手术 做了手术完以后 不到一礼拜嘛 我就上美来美上班去 因为我得生活 靠她那点工资不够啊 所以我就 没有休息好 我就直接上班了 所以我血压也高 血脂素也低 到现在是一样一样 这我跟任何人都没说过 可是你们说 年年你这打 今天春节 你说你们还这么打 我招谁惹谁了呀 平时连个电话都没有 就拿这回住北大医院 再又说回北大医院 中院 住了将近一个月 谁去看她了 谁给她钻口水呀 每次不超过 应该不超过五分钟 两个人啊 对 两人加起来 也就是四次 帮我推一下 这个大哥二哥这边的话筒 大哥二哥你们好 你好 这个今天来到这里啊 我特别希望 咱们所有人都说实话 您还好不好 好 老父亲在北大医院 住院这一次 就前不久这一次 您知道吧 原来呢 他老头住院 我是不清楚 他们是把电话 打到老家 告诉我叔 我叔呢 打电话找我 跟我说 你老爸找不着了 失踪了 说你怎么回事 说你找找 这么着我就满处找 老爷子电话也打不通 这么着 找老三 问老三的情况 这老三才杠上我 说老头住院了 啊 这之前您都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可行 我可以跟您这说 二哥你要实话实说 挺良心办事 老父亲住院之后 你们知道之后 你是天天去吗 我没有天天去 但是呢 我第一 去了三次吧 就在中医院 那您为什么去的那么少呢 因为我跟老三这块 已经有这个矛盾在先 在老父亲这呢 一个他没有通知我们 后来我这也去 因为那时候我就 我呢 就只能给人家 我自己打的工 挣着钱 所以我那时候 一天到晚 我自己老得开车出去 每次有空的时候 我就去开车 我就路过的话 我就去医院 看老父亲去 这可以问问老父亲 你要说我们不孝顺老父亲 一会儿你可以问问我们老父亲 就是在家里边 我们谁最孝顺 可以问问 好 来帮我推一下老父亲的话筒 叔叔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八十多了 八十多了 您这四个子女 三个儿子 一个闺女 你觉得谁对您最好 老三 老三媳妇两口子对我好 我病了 她连班都没上 你知道 就服输我了 她原来在那个通人堂 大药店 那海甸那儿 大厂经理 回来我一病了 她就把工作吃了 我就服着我去了 那老二对你怎么样啊 老二谁也不气 亲们不让我那儿去 老大呢 老大更不气了 小闺女呢 小闺女也不气 那他们平时对您好吗 她见不着面好不好 谁知道啊 她说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啊 她背后骂你 你也不知道啊 叔叔您平时想不想 那几个孩子呀 不想 那我要是老了 我肯定得想 我的孩子呀 这不是有 这不是 根儿也有 不是行了吗 您跟我们编导说 您今天来到现场 有很多话想说 对不对 你想说什么呢 我就说什么 我就说 和和其其的 团和圆圆的 可以这个 我是不松心的 这样呢 我更会心 来楼打一次架 我病一次 上医院去一趟 我到现在 我身上的脑血栓 去一度 好的 谢谢您叔叔 来推一下二哥的话筒 你好 二哥您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非常寒心 非常寒心 你问问 你问问 就是老爷子 就是他们结婚十年 是谁给老爷子买的 这个空调啊 首饰啊 你问问老三他们两口子 是谁给他们结账买粮食买油 非典的时候是谁 是谁 给老太太 给老爷子 接到老二那儿去的 他们又在干嘛 老二不孝顺 他们在干嘛 冤枉人不冤枉人 让人寒心不寒心 我能插一句吗 小妹是吧 您说啊 我说一件事 也许大家就会明白 他到四十岁才上班 你哥哥是吧 你三哥是吧 然后呢 是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老哭 吃饭的时候 就说怎么办 他这样 因为病得挺重的 等他没了时候怎么办 就发愁 后来我 那时候我爱人在那儿 后来我爱人说 妈您别着急 说不行 我给他出钱 让他去增价去 增价也是一地基之长 出来让我大哥 给他找一个工作 上公交 好歹也有个保证 他四十岁才上班 能他真的 他很孝顺是吗 他多大年龄上班 和他孝顺 这是两回事吧 当然不是两回事 我爸 我说一下 我跟你说 他不是两回事 我说的意思就是 他结婚 他搞得像是我母亲不同意 然后一直到他们 将接了 认识了将近六年了时候 我二哥和我大哥 他们一直叫我妈 说既然已经这样了 才让他们回来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的一个孝顺从何来 我们为什么不经常回去 我们一回去 现在孩子 我们每次经常叫孩子去回去 现在孩子也不敢回去 为什么 怕你三叔 说他们来讲 我们今天回去 怎么回事 他们我们小年时候 回家看老父亲 老父亲一人在家呢 问他们呢 说他们去楼下喝酒去了 我说那咱也吃饭去 我们吃完饭以后 送老父亲回去 这在饭庄 老父亲跟我说 说已经有说犯迷糊 走丢了 我说我不跟你那个老年证写的电话吗 然后老父亲说呢 那个卡丢了 我说那回去叫老三呀 再给你写一份 或者我一会我们回去 我们再给你写一份 正可以说 正我们走的时候 老三他们就按照喝酒呢 也没理我们 我们就一大家进去 我哥一家的 我们一家的 我妹妹那一家的 去了以后 他们没有理我们 然后我临走了 我说你们先走 我怕他们到时候有冲突 我说你们先走 他们都走到门口那了 我跟老三说 我说呀 您把老头那个老年证上 把他写个电话 我写你的也行 写我的也行 就这么他就急了 他说我人你四年 他过来要打我 这么着我哥他们才回来 好的行我知道了 连老父亲也骂 骂我父亲混蛋 骂我混蛋 连我妈都带上 这是老三干的事 是您干的事吗 您相信他们说的吗 因为那天他抱的 他姑娘抱的 我确实那天是急了 那也就是说那些话 你必须骂了 肯定他那天急了 肯定也骂劲了 然后你也动水果刀了 没有 没拿水果刀 谁也没动刀子 因为他们打完了以后 什么都没都动 就是他呀 当时现场就是 拧持起来了 拧持起来 后来因为他那手 掐着老大那脖子 可能是因为我发烧那天 我从那床上过来 我就摸着他大哥那手 我说大哥你撒手 他大哥待了一会儿 把手撒了 他也就撒了 撒了后来 他就说 你没有本事 咱今天说清楚了 他们就领车就打 打了最后 不知道警察就来了 我就给他们劝架 我说你有什么可打的 一娘肚子得爬出来的 对吗 打什么有什么可说不清的 我说要不然 他就掐着我脖子 掐着我脖子 我说要不然你掐死我的了 这事不就完了吗 从我母亲去世以后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反对他们 第三天 入葬第三天 晚上回来以后 哥仨就开始 三家就开始掐东西 背里背面背套 锅碗瓢盆 毛毯 哥仨全打走了 观察室中 兄妹几人的情绪 突然激动起来 主持人决定 王老 你看 观察室中了解情况 对我们意外的是 老三敏感地认为 兄妹几人 是到另间观察室中 找父亲 突然起身 前往父亲所在的观察室 在亲眼看到 此事没有发生之后 才放心回到现场 继续讲述 我母亲身以后 从超东西 我就比较反感 我还在安慰老人 老人也比较生气 我说了 拿吧 大不了 咱们以后再治 然后就扯到老人的退油筋 他们的决定是什么 老人跟着我过 老人退油筋 他们拿着 那为什么呢 老人需要钱的时候 他们再给送了 怕你花 对 怕我花 咱们坦率地说 你在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不懂事呢 我承认 因为都父母在一块 从来 超级这也不管 对 因为您四十次在上班 我们都二十岁就上班了 我一直我也在上班 他是陆陆续续的 这上一年 完了以后不好 他就是比较糊 上班不稳定 他就是心服嘛 因为我八四年级毕业嘛 八三年毕业 八三年就在国家的文物局 文物出版社 和了八五年去的 等于就是和自己业嘛 一般就待三年 就去的别的点 我怎么会不上班 不是说你老管妈妈要钱 他说非典的 说我母亲那个 说要钱 都没上班嘛 我给老人的做饭 他是开洗衣厂 有四十多人 没有做饭 就你大哥啊 老二 二哥啊 对 二哥是经营条件最好的是吗 对 现在我不知道 你快管他们 我去给他们做饭 嗯 没有工资 就是每天给我二十块钱 那这不算多哈 就连坐车 嗯 吃个早点 抽个烟 你给我二十块钱 哎 甭管怎么说 这音乐也好 什么也好 从他们的打架也好 或者什么 我付出 我应该因为我跟老人一块过 我多付出点 也无所谓的事 累我也认 就是说我通过打架 我这么想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 一个是为这房 再一个就为老夫的工资 肯定是为这两点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打呀 他们不说 反正我这事就给你折腾了 你闹了 我插一句啊 从 你要是折腾的闹 你得有原因 我给他们 我不是没找他们谈过 我付近去病了第二次 在渡达北大医院的时候 我给老大老二打电话 我说咱们一起出来 咱们一起坐坐 嗯 咱们得聊到老人的事 咱们不能老这样 他岁位大了 没谈走 那天谈到不到十分钟 嗯 我说这事应该怎么做 当了大老二的 对吗 我得问一声 他病着 他们俩一口同声 说了我一句话 那就看你以后怎么做 嗯 那就没有再谈病了 为什么 从我母亲去世四年了 三年多了 一直跟着我 你们谁很少给我问吧 怎么样 还要看我怎么做呢 先生 你们今天是谁打电话 来我们节目组的 我 你们 对 您打的 您希望我们怎么来解决 这件事情呢 就能 也不 我说 我们的意思 我也不想跟他们在意 什么和好 什么和好 就是 通过咱们这平台就是 老人的事 说一个说清楚了 有时候让老人 有什么要求老人说 我不管 我只说我们家 就是让我们踏实 安安定定 真的 平白子过一个日子 嗯 让老人呢 过一个踏实 过一半年 你这争吵 他也踏实不了 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您二位先休息一下 我们听听其他三位怎么说 好吧 好休息一下啊 老大 老二 小妹 是这样吧 老三 和老三媳妇认为 矛盾所有出自这个房子 你们认为 这是不是一个正结呢 应该是 应该是 就是说老太太去世 一年半 这个时候 关系都好的呢 一年半以后 他怎么渐渐老跟我们疏远 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说这时候 我妹妹上了东城二开 去 就怀疑 我们就怀疑到这了 一查 就刚刚掉出来 他这张了 嗯 我们才知道改了 这时候给老三打电话 问这个 能不能改回来 说没门 甭抢 完了就这么着 晚上我们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 我就问了一句话 我说老太太走了二十多天 我老大老二 我们俩人正在干嘛 正在忙活老太太的后事 报销 销户口 我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办呢 你现在给那一句 你说你们现在否认成吗 嗯 这是你们让我办的 现在你否认成吗 我刚刚那时候在那儿 我现场说了 你现在得盯着人家 老太太是 七月二十五 二十五吧 对 七世的走了 是什么 他们呢 在什么时候改的呢 嗯 他们在 那个发言二十四号 老太太走了 二十多天的情况下 嗯 就给名改成她的了 这还 这还不是说主要的 还不是那么完全生气的 关键生气的在哪 嗯 把我们哥儿仨的 知戏亲属 给开除了 知戏亲属一来 她跟她媳妇签字 没有我们的名 这本东西应该是 变更成租人的一个 相关的法律文件 嗯 就由各方原来成租人去世了 然后呢 按道理 第一优先成租人 应该是原成租人的配偶 也就是你们的父亲 嗯 但是呢 现在呢 父亲说 由于自己年纪大了 嗯 那考虑到以后再 做变更会比较麻烦 直接呢 就更名为他们的三儿子了 老三 嗯 那么现在相关各方都同意 相关各方 签了谁的名字呢 这里边呢 有老三这个夫妇 他说他们愿意做成租人 嗯 然后呢 这有房管员 然后呢 他们的领导都同意 因为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 如果说这个成租人之间 呃 成租人这个 其实有他的亲属之间 达成某种一致的话 嗯 那么现在这个出租单位 有权决定 把这房租给谁 问题是 他要不要经过 他们几个人同意呢 呃 法律上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 事实上 人家这个出租单位 愿意租给谁 就租给谁 就个我的房子 我愿意租给苏秦 我愿意租给马家 我愿意租给王家 跟产权方不是一回事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相关的单位 是同意租给这个老三 当时小妹的户口在里边吗 没份 我的户口在 嗯 我跟我儿子户口 跟老三的户口 就是老太太走了以后 就剩我们三个儿的户口了 当时就在吗 对 那当时是否应该 租入他的意见呢 他是这样 他即便户口在 实际上我这是我们北京 不是他一家了 都户籍管理问题 他人没在这住 理论上他应该另有住房 只是户口没迁走而已 我不知道这大哥 是这样说的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一般来说 跟成租人一起共居的人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 共居两年以上 有优先成租权 嗯 不是这么规定 就没打算跟他征房 没打算跟他征房 你知道吧 嗯 你们就想最简单的 我如果说想跟他征房 我跟我儿子户口 我不出来好不好 你们是外边买了房了 弄了房了 完以后 你把孩子来这上学 才留个户口 老太太走了以后 就剩我们仨人 我们仨人 他媳妇什么的都没 都没进来呢 就是老三 还有我 还有我儿子的户口 在安华里 就现在就要成租房里 对对对 都在那 为什么出来 我夫人说 咱们关系也不错 他们两口对老家也挺好 嗯 就那时候 说咱们把户口挪出来 因为我是有想法 嗯 为什么我的户口不挪出来 因为咱们经常也看 那法律进行时 嗯 有的 儿女一旦老家这个 这个房 过到冥想 有大官司的吧 嗯 完了以后 公老家不养啊 或什么的 房子这招 我的户口不出来 还冷 这个 夫人一说呢 我说那你也成 挪出来吧 嗯 挪出来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他们已经 把房本改成 老三的名了 但现在这情况呢 是后来经过 他们几个人商量呢 房子又改回了 父亲的名字 那现在还有什么问题了 他们的问题在于 因为这个 而大家产生了 很大的矛盾 现在这三位 去看父亲呢 已经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了 对 这个小年呢 还还动了手 小年之后 你们再去看过父亲吗 哎 没有 我打过几次电话 但是 您说再去 老父亲又接过一次 再动刀 其实手机号 给老爷子又换了 嗯 给老爷子号 他们的里头 就是给老家的书了 就河北保定的 嗯 您说 我老家的书 他又不缺心眼 他能拿一个北京的号 在河北来回用 用这号的呢 嗯 漫游费多高啊 漫游再加上长酷 嗯 这可能吗 想就是 我经常用那种 特笨的办法 我也是个笨人 就是简单思维 嗯 你比如说 像这种情况 在我们这里 遇到过很多次故事 在故事当中的 这种情况 很少出现 就是改回 改出去 又可以改回来 对 真是第一次见到 真是 你比如说 他能够 不采取各种 什么略略的手段 就是阻拦 他这就是 伸给你 也同意改回去 就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们心里的那个坏呢 还不要把它 归类到那种坏透 嗯 就是说 他可能 人嘛 在那个时候 尤其是他的条件 听上去 比你们差一点 但是这事 他还愣 愣没有阻止 之后改回去了 咱就念在 他还能够允许 你们改回去的份上呢 咱就气呢 开始往下削 别往上涨 嗯 这是我的感觉 我觉得王导说的 这件特别好 说实话啊 如果真是个 很鸡贼的人 你已经在他名下的情况下 他打死他不改 就没办法 没办法 改不回去 所以他在你们 不管经过你们协商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房啊 除了有我们每一间 我们没有任何 我刚才我们想说 我跟王导想说的是 我们想说的是一个道理 对 他能从一改回去 说明这人还是有很多 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 我想问一下陈律师 那个 这个房子是当初我婚前分的 是我19岁时候分的房 那他如果要是买这个房子的话 不用经过我同意吗 这个房子呢 本来这房子 因为有我妹妹一间房 嗯 那天去问了以后呢 这老爷子说你是嫁出去的 嗯 没有 没有 这老三说也没有 这么着我们第二天到的 老爷子说的 老爷子说 最后我们到的 法律要说有就有 或者这样是到了街道的办人处 这个法律咨询 后来到那把情况一说 当着老爷子和老三 人家律师说了 这个是人家没结婚的时候 小的时候 分的 按他这个数分来的 他到什么时候都有人家的 我说老爷子 您听听了 听听了 这么着 老三跟我们急了 当时就急了 他说以后老爷子 你们谁也不能管 都我自己管 现在说根本就没急 只是说 从哪完了去 人家律师说了 你在居住的时候 你先去问成属人 因为首先我觉得 现在咱们现在在现实生活中 最大的一个误区 就是认为居住权 能够对抗所有权 我们打很多官司都这样 那么现在如果说 你要求买 太要求买 那就看这个房主 愿意卖给谁了 我是房主 我愿意卖给他 我也愿意卖给他 大家都出一百万 那是我的权利 不是你的权利 这个房子 我从来没惦记过 我结婚以后 我结婚以后 然后生完我们家小孩 我婆婆家房子小 我在外头租了四年的房 我都没有回那个家住过 因为什么 他们两口子带着孩子 我父母在 孩子也不小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说 惦记过这个房子 他后来说 我老惦记他这个房子 所以才逼得我不得已 说这个房子的事 节目现场 兄妹三人都表示 他们并没有想过 要和老三争夺这套房子 之所以现在会拿房子说事 只不过是因为 老三夫妻的过激行为 激怒了他们 家中的二嫂更告诉我们 老三的一系列行为 不仅阻止了他们进校 更伤透了他们的心 因为他限制老人的言论自由 他拒绝我们跟老人来往 每一次我们去看老人 老人都是挺高兴的 不愉快的原因 都是由他引起的 也就是说 你觉得刚才老人在那说 说这个 这几个儿子不好等等 不是他的真心话 对 因为他一天在 站着给老仇俩换手机 从来不告诉我们 手机号了 换号 自从知道今天来了 然后今天打我爸的手机 又空号 又空号了 根本就联系不上 没有 这什么都不存在 胡说八道吗 他号上有时候 他们这个买新周星过期了 其实咱们都知道 充点钱就能用 他不知道就出去买新号 我说一句吧 好吗 要说从现在来说 对他好与不好 应该我父亲最清楚 那个程编导那天打电话 我昨天晚上 还跟他沟通了一下 我问他 我父亲现在怎么样 我说你今天去的怎么样 他说挺好 然后我说我父亲怎么样 状态怎么样 他说挺好的 他说而且非常想念 你们几个子女 这是程编导跟我说的 可以问问 但刚才我父亲怎么说的 不想 我真的不知道 这句话 他是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们心里边 也特别难受 我想问一下 二哥 在你们三个人中 是不是您的经营条件 相对好一点 应该是 相对好一点 你会经常想老父亲吗 我经常想 而且我经常打电话 但是呢 你开始经常去 十次有伐色 听念老头生 还是最委屈的 就是我们家老二 他不但掏钱多 不是因为 往老太太走力以后 老爷子追着老二 打电话 天天让老二 要贪污了他二十万 为什么这样说呀 说老太太走力以后 不知道 说单位给补了二十万 不知道谁跟老爷子 让老爷子找到老二 老二没别的呀 只能天天付 因为老太太所有的 报销啊 什么所有的东西 都是由我去办的 因为老父亲 还有一个误解什么 说我们哥俩 把老太太所报的医疗费 都给分了 这个医疗费怎么会 因为那时候老父 老母亲住院那时候呢 住在这中医院呢 7月1号病危 然后一直住急救室 所有东西都用上以后呢 就是也书写啊 因为开始透析 后来不能透析了 这呢我跟我哥我们俩 隔两三天 他借一万 我借一万 他借一万 我借一万 我们俩合计 大概得有小十万块钱吧 借出来 因为所以说呢 老太报销这块呢 他也报销一部分 我们哥俩就分一部分 但是好多的自费部分报不了 因为他那时候报销 他不像现在 是说多少个百分比 那五万以内是一个数 七万以内是个数 十万以内又是个数 就是报销呢 越高自费部分越多 嗯 那当时是这么情况 但是呢 我们俩呢 哥俩来讲 我们哥俩就是 把这些东西都掏了 所以说呢 报销钱就当然 因为我们哥俩得还仗 因为我们俩 也必须得还这钱 这么着 老父亲就说呢 老父亲一说 一亲我们分 他说呢 能不能给我点 我可以 把我那部分 就给老父亲一些 报好比报一项五 黄大行给您 只要老父亲要 给老父亲这个钱 干嘛了呢 我不知道 我就给老父亲了 他给钱从来不问 我二哥给钱是最多 关于老父亲的赡养 你们几个有没有商量过 打算怎么办 我们一刚开始 从我母亲去世以后 就直接问老爷子 您这几个儿女 最起码就是 您这三儿子 您上哪家住都成 您可以 现在您可以直接问老爷子 老爷子 我一直来住 我哪都不去 您可以问问老爷子 是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老父亲呢 现在的公司 我们这小年问呢 就是我们吃完饭以后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 聊天 跟老父亲聊天 老父亲也挺乐的 我说怎么样 现在您生活的 说还行 一个月他们给我 一二百块钱 我说不不错吗 他说我的公司呢 在他们那 他说我一个月呢 就给我这儿 我就吃个早餐 就行了 是这么着 那您说我们 我就不能再说别的吧 你说我们 就是 他们两口结婚十多年 就老太子住院这么多年 他们两口的 所有的话修 全都是老尖 俩老尖 以前你们三个人 谁跟老三关系最好 以前 都没出这事 以前 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 我妈从您说过 您去世的时候 还是说呢 有四个儿子 四个闺女 您说我们这些关系怎么样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嫂子 姑爷做的还都不错 是这样吗 只能说原来 现在 我说的就是 之前 也不是 都是我母亲压着 他们 我母亲并不是跟我打 跟我闹 当时你跟这个三哥 关系怎么样 我跟他们谁都还可以吧 应该 你跟这几个哥里 跟谁最近 差不多 不是 联系最多的 您这样吧 联系最多的 也甭说 那我们俩住的近 肯定是我们俩联系多 我们俩挨着了 对他好不好 离得很近 给他出学车费 您说对他好不好 他出学车费 我们俩离得 他给出的学车的饭费 我给他找他工作 他媳妇做手术 当时就是那血色素 达到了几克了 就相当危险了 后来他们 这嫂子什么的 就劝人家做手术 不错 你问问他这钱 你问问他 这钱 他们给拿多少 拿两千五 那给他拿两千五 你问问他们家孩子上学 你说对他好不好 学费到交学费了 没有 找我们夫人要的 您说我们对他好不好 如果说我们要对他产生戒心 对他不好 老太太病危 抢救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老大借一笔 老二借一笔 这么交叉的借 不让你老四和老三 老三人家 老四人家还掏了一小笔 掏了几千 为什么老大老二 老大老二脑子是有毛病吧 都是亲哥们 我那时候是拿他的当亲哥 可是他又怎么做的呢 我如果说就这笔钱 我要一贪了 或者说 我 我们这种爱心帮助 一个马路边不认识的人 人家会跟我说声什么 能这样对待我吗 什么亲哥们 你打他的时候呢 在医院的时候 你也好追着嘛 越跑不住 那帮我请一下老三一个人 你们希望今天来这 咱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我们经常去 没有任何阻力来去见老父亲 非常好 您的希望 而且 一样 而且我跟你说 小娘那天晚上 她跟我们说什么 你们想来看就来 那我们的家 我们能不 想 老爷的手机别老给放号 就这句话 我觉得特别那个 你们想来就来 刚才那 您上来之前 我问他们 今天来这 希望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基本的意见是 希望以后看老爷子 畅通无阻 是这意思吧 二哥是这意思吗 小梅是这意思吗 对 您觉得这有问题吗 看老人 我一直刚才有说 我没有反对过 可是一年到这么一次 不明着反对 明着好 不明着也好 从病 他们疾病完了 人去都不去 不是等掉我们疾病的 你这话真的有问题 不正常 首先 说钱 说给老人看病的 对吧 从老人病的 那天需要钱的时候 我问他 他说 咱不说的钱退了吗 我说那好 那把我们交的钱退回来 跟着老人给送去呢 为什么这样 哎 这不管为什么 是不是你 而是这么说的吗 为老人看病的时候 他需要钱的时候 你们退钱 说的钱退了 你们咋咋咋 你们这是什么做法 你多张人家不交了 他多大字了 需要钱 他倒血栓 那你多张人家不交了 是的吗 是不是你们单方不交了 是我们生活困难 孩子上大学 生活困难 你们家起码电脑 你们家这一月 买几部手机 你错了 买过买手机 我那个电脑 那是人家朋友 让的 真是给孩子要实习 三个手机 你回家看看 几个电脑 我们家八个电脑 明天一个 到时候现在才回去 一个都没有了 那很有可能 对 现在老人的工资卡 在谁手里 在我这 这个卡上了 每个月2400 2500的工资 都是现金 给了老人家吗 对 可是刚才老人家 说他只一个月 只一两百块钱呀 那是现在啊 是给他少 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不给他 烟不用他管 酒不用都给他买好了 就是零花钱是什么呀 你出去吃烧点 不 我的意思是说 每个月2400 2500的工资 都是现金 给了老人家吗 对 可是刚才老人家 说他只一月 只一两百块钱呀 那是现在啊 是给他少 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不给他 烟不用他管 酒不用都给他买好了 就是零花钱是什么呀 你出去吃烧点 不 我的意思是说 这2400 2500都花在老人身上了吗 我们也给他留着点 我们这房子 因为病了两次了 没人给出钱 好 我们钱不过 我们都是去借的 现在你们有一个账吗 老人这个钱 给他存了多少钱了 也存不了多少钱 他一个人就一花销 零花钱 就在1300 房租老爷子掏 是他 房租是老人掏的 还是我们掏的 连着一个水电 老爷子掏的我不明白 你问问老人自己 咱就说 咱就这么着 咱就这么说 老太太 因为你们等他吃过一次 吃两次 三文鱼开始 你知道月月老人 光摆三文鱼 就将近1000块钱 好几块钱已经 不是 这三文鱼也太贵了 来这样啊 因为他们 老头八十多年 说老人 说我还请你吃三文鱼了 也不吃 我也不吃了 我们没这么说的话 老人自己说的 二嫂 您说一下 我想证实一下 因为就说在这个 我母亲去世 一年 一年多以后吧 然后因为这是 一年半以后 才出现 房产人设 才出现的矛盾 在这之前没有矛盾 我们也经常 接老夫妻上 我们这来聚会了 因为在这 因为老头是想吃三文鱼 对于我们来说呢 就是老头高兴什么 我们能做到什么 就做什么 那时候三文鱼 二十五四十八块钱一斤 然后我们也不是做不到 我们就给他买 大家一块吃喝 然后他们在一块 玩会儿麻将 然后再输老头点钱 高高兴兴的 老头一天就走了 这样我们觉得挺好 他回去以后 他说我们 因为我们给老头 吃三文鱼以后 老头要求吃三文鱼 你一个月花了 一千多块钱 你问问老头 一个月要吃多少三文鱼 而且吃了多长时间 而且吃了现在 老头还吃不吃三文鱼了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不算 老人自己说 对好 那比较急 来 先把三嫂请上来 然后王导 你能不能有个任务给你 三嫂上来之后 您跟老人交流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实情 请老人说一下 工资卡在谁手里 一个月的老人 自己拿多少零花钱 大概他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等等 以及让他公平的说一下 这几个孩子中 谁对他比较好 好吧 去跟老人交流一下 首先因为我先 就这种大哥说的那句话 我辞职说五千块钱 我在苏州街同仁堂上 没有拿五千 我跟你说 谁说大唐经理 不是五千 我怎么当的这个大唐经理 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那是给人家 当一个促销员 当一个促销员 后来正好他得缺大唐经理 这么着人家那个经理 认为我能力还行 说干脆 你就帮我们认这个大唐经理 就完了 等于另外给我一份工资 合起来才两千块钱 你跟人家姐说说 说你这做手术 谁帮你 这个说的就是做手术 不是 他出了两千 我没有说保证 两千五 两千 你先听我说完 等于就跟您亲道 大出血不止吗 完了血测素特别低 还要上河飞里去 瞧病去了 瞧病好像人说 必须得住院 住院当时我们确实没有钱 确实没有钱 我说做什么 他可能给我二哥打电话了 这时候同时我给我一家打电话了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 那个钱 是我住院费 是我妈拿的五千块钱 我可以实话实说 咱一点都不打谎 完了 我住院说 他拿了一百 二哥 二嫂拿了一百 上次看我去 我大哥给我做个饭 给我做饭 给我熬个猪 能这能大的 那照顾我 确实不错 真的 这该怎么这么说 照顾我 我就说他们打什么时候 零八年 可是零八年开始打的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来了以后 嗚嗚就打 没有零七年 因为公司 打完了以后吧 因为零七年 你是外人 说不着 说我是外人 那我就别说话了 一直到他们前代打 我都没说话 我为什么说这句话 我们一进门以后 你拍桌子 有话就是说 街坊都在 他怎么拍桌子 吵啊 咱们在吵 咱们在吵 人在坐 天在看 对 你不刚刚说 你一个人听说 杨木香吗 你们找的 那天是不是 你们回来的 指手鼻子骂我 二嫂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这个是 凭良心 为什么说 我 这两个人 怎么不好 我可以 咱们凭天地 良心 闷着自己的心 说 是不是 是妈是七月份 那时候就是去世的 妈病的时候 你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你是八月份 做的手术 然后我们见到你的时候 因为你血流速很低 我们经常跟你聊 说有病去看看 你说没有钱 你说那个 然后你老到你们 到你们同学 什么妇产医院 有你们同学什么的 去问过 我说你不要去问 我说有病 咱们就到医院 该检查检查 该还演还演 不要去问 该治治 这样我说 你谁不认 你就从家里借点钱 你说你妈妈呢 你哥哥那都借不出去 都拿不出钱来 然后 然后你 然后就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给你儿哥打的电话 然后就拿了2500块钱 就应急做了手术 在你做手术的同时 我跟你大嫂 我们都在门外等着你 有没有这么回事 是我们 我们对你怎么样了 不要现在 这些 你们依然没有给过我们 不管你 我没否认这些人 我没说你们不好吧 我没说这些事 你们对我好 我感恩 你没有说过 我们对你好 在这当中 你没有说过 你对我们对你好 你是不是 我感恩你们 你咋想大家讲讲 你总你的妈妈 哥哥那都借不来钱 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 做得做出一个问题 咱们不枪着说 枪着说大家不拱火吧 经历现场 一家人的对比情绪 越发严重 于是主持人决定 让专家上场 帮助他们 调解这几年 积累起来的恩怨 与此同时 王导也和老父亲 交谈结束 回到了现场 来说说大家的一个感受 马天老师 我听出一个非常温情的故事 只不过大家说话的语气 和事相互指责 如果说 每个人描述的是 当我住院的时候 我大嫂怎么样 我二嫂怎么样 我特别感激她 而那些人所说的是 其实我们也是应该的 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你也会这样来帮助我们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温情的故事 但是现在恰恰说的是 你在需要我的时候 我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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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怎么样 这让我就觉得 那种温情 就被自己的语言给打碎了 刚才我为什么跟老三说 咱们互相说话 其实这个方式非常重要 老是直问 反问的口气 因为老百姓老师就拱火 咱不拱火 咱解决问题 对 那么现在刚才 马健老师说 包括我也听到 说如果咱们三媳妇 三弟妹 对哥哥嫂嫂那点好处 都能记在心里 并且在现场陈述出来 这个二嫂就觉得 好像没有郑重歧视 是表示怎么怎么样 家里人一般也不会那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旁观者 我们觉得 这个三媳妇还是基本的道理 还是懂的 那么当然了 我看了半天 房子问题 晒了 焦点就在这 那我们今天既然来了 既然也相信我们这些人 在这个平台上 能把问题给大家解决好 希望大家多听听我们的意见 毕竟我们处理了这么多的问题 怎么说呢 其实我刚才出去 跟老父亲交流了一下 短短的交流 我就都听清楚了 这里边真的是一个 在和老人交流的问题上 大家没有找到一个契合点 大家没有找到一个 对流的这么一个方式 而且他们这几个子女之间呢 确确实实在孝顺老人这个问题上呢 真的还是有差别的 你比如说他提到老二的时候 他说我从来没有认为老二对我不好 但是刚才他就一股脑都把你全烧带了 是吧 他这就是老人 而且有的时候只给啊 这种表达方式为什么刚才陈律师说 只给不科学呢 只给你还能直过我们 我问一下老三兄弟 你一年给你爹买几次三文鱼 经常背着 一年买几次吧 你把它量化 王老师让你量化 别说经常背着 十多次 十多次 平均一个月一次左右 儿媳妇 一年买几次 刚开始一年买两次 现在是一个月两次 是吧 我告诉你老爷子怎么回答的 老爷子说我一年都赶不上吃一次 老爷子怎么了 跟我就说胡话了 所以说啊 咱们真的不要在我们场上 以为自己很聪明 有很多事情 大家在经济状态不好的情况之下 互相借点力 互相照顾点别人的同事 也照顾点自己 这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后非得人为的包啊包 我出去我什么都不问 我就问老爷子一句话 一年吃几次三文鱼 老爷子告诉我 一年一次都谈不上 我相信他一次肯定有 两次也有 是他吃的并不像你们说的 你就拿了一个三文鱼 就可以把这钱都消化掉了吗 我们没有那么笨 来 谢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三哥三嫂 内心那种交集 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刚才说了 这三位子女 都有自己的住房 不论大和小吧 但起码人家都有一个小窝 但这二位是没有的 他们只有跟父亲住在一块 所以他们对这个房子 未来的这个归属问题 我相信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刚才这个王导说了 关于三文鱼啊 关于很多事情 可能不像他们描述的那个样子 但是为什么不像 他们描述的那个样子 他们其实对这个房子的 最终的归属问题 是有自己内心的那种盘算的 其实我觉得就说 这三哥三嫂不是说这哥哥呀 嫂子呀 还有弟弟 这个弟妹呀 包括这个妹妹呀 什么的 不让你们住这个房子 他们其实刚才表达了一个意思 说这个房子 他们愿意让你住 但是前提是 你们能不能让他们觉得 他们把这个房子 让你们住 觉得这个价值是有的 也就是说 他们你能不能让他们 觉得心里舒坦 你能不能让老爷子 心里特别的舒坦 如果你能够真正做到 让他们觉得都特别舒服 对他们特别好 然后对老爷子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房子 最终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可以一直住下去 但是前提就是一个新的问题 其实我们从小事来看这个问题啊 就是腊月23那天晚上 因为一句话而争吵了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句话 老人年纪大了 出哪给他写个小条 老三 这个三哥啊 我认为这句话呢 也没什么不对 没错啊 对 我也没有说错 我是说了 我还乐着跟他说 做的办法就说 说早点就回来 在楼底段圈四十大了 不要上远中去 但是如果你当然说 好 我明天就给他写一个 就全没事了 您觉得呢 您可能没认为我这话有什么 但是您让我们听上去 这话全是腔着 腔茶 你明白吗 腔茶走 那毛啊 咱们就顺着摸呢 叫顺毛驴 这腻着摸的时候呢 全各手 您现在就全在各这个手 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些话 我在场上也有些体会 比如说大哥所谈到的 什么三弟妹 五千块钱这个工作 辞掉了之后 其实您可能还真的不一定知道 他的收入 我相信他没给您看过他的存值 但是您就一种猜测 说您是大唐经理五千块钱 把那个工作料去 你什么目的 然后又找一个一千块钱工作 怎么回事 让我们去猜 对我来讲 我也不是赏子 放弃五千块钱工作 然后过了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 我又找一个一千块钱工作 我是不会做的 我当时听这个道理的时候 是有理的 但是我一听他解释呢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往往呢 我们就去猜测 推测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有了这种猜测之后 那么再看这个人 所有行为就不再善了 他真的照顾老人了吗 我相信 是的 当时他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原因 是不是还有一个手术的问题 加上可能更年期的问题 他也许 也许 这个阶段他需要调整一下 刚好赶上老人生病 那索性我就回去休息 如果这样我们去推理 推测 这位女士 为什么他要休假在家呢 是不是就合情合理了呢 好 陈律师 还是说说我下午的官司吧 这个继承啊 一个大哥 两个妹妹 父母都去世以后分财产 这老大说了 所以我对父母 尽的主要赛养义务啊 是不是多少他照顾我一点 后来呢 那个二妹呢 就在那较劲 说那大家权力还是平等 他不让我去啊 法官来了一句 说再怎么说 这老人家天天跟某一个儿女 这情的儿女容易吗 这么多琐碎事物 所以我刚才讲这么一点 这个我下午打官司的经历 想告诉各位啊 孩子这么多 其实有一位 把父母 把父亲 守在跟前 不管怎样 刚才说一些细节问题 到位不到位的 我们怎么说来着 近的臭远的 香是吧 谁在跟前 照顾在旁观的人看来 总有不到之处 其实呢 大家都体谅一点 可能就没那么多的积怨 其实在他们这个家里 我认为 作为子女来讲 她是多种原因 构成了这么一种 听起来不大入耳的 这种局面 但是至少 大家还有一个共诚的 这个认同 是老二 当然了 老二这个家里头 条件稍微好一点 这个兄弟姐妹呢 这个谁也别哄谁 谁条件好呢 谁的付出就多一点 对 大家呢 跟他关系就能走得近一点 这是个很正常的东西 谁也别哄谁 是吧 我们都有兄弟姐妹 你比如说老大 你爹对你的评价 就是说 喝上酒 就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也就是说 可能他跟父亲 经常出问题的时候 或者说跟那老三家 出问题就是酒后 对啊 情绪失控了 没对了老爷子怎么样 我没对没理不上 我没对你一个台阶 大哥呢 意思说我没有酒后 去对老爷子怎么样 或者是对老三怎么样 而王导说的呢 是老父亲说 您有的时候呢 喝了酒以后脾气有点暴 但他并没有说 说你喝了酒以后 就去找他打架 他是认为 您喝了酒之后脾气有些暴 那么这一点 对对对 这点您是否承认 这我母亲在的时候 就是啊 这是全家人都公认的 我的脾气有脾气 所以王导说 就是这个 王导表达就这个意思 对啊 王导说白了 是善良的给你找到一个 刚才你爹说 能不能听话的理由 对不对 人家夸了老二了 我怎么不说老二呢 我可问来 我说老二就一点坏都没有 你说点吧 我是求你你说点 没有 想办法想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老二 一个是该做的做了 什么保暖内衣啊 他挑不出什么理来 我相信他也想说老二点什么 但是人家老二该做的做了 但是在老三的眼里 你肯定觉得 这老二做的也不好 毕竟刚才爹怎么说的 他们仨都怎么着 他是那么称谓的 所以说作为老三这一方呢 我特别想给你一个提醒 你该机灵的时候吧 咱说句私话 你既然已经没机灵 这事他不是倒腾回去了吗 你这会儿呢 说句老实话 陈律师已经给了你各种提醒 你的经济条件需要一个安身的地方 你现在只能示弱 你现在只能想想曾经大哥二哥 包括这妹妹跟你的好 你们呢 先假装后来真的 他也得往一块凑合 他先给家里人 他互相能有这些动作了 他就不那么难受了 要不然 你们就那么磕磕打下去 最后谁住上住不上还不一定 最后房子都没住上 那医院都住上了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在于 我想给老三提醒啊 三哥 是这样啊 您看啊 在今天您最紧张的两件事 我认为啊 第一就是当时他那里面有点吵 我说王导您去看一下 然后呢王导还没起身 还没过去 您走 钻走了 然后呢您的理由是 他们是不是去找老爷子了 那是他们的爹 即使去看了 也正当啊 正常啊 您不能说我爹 我就不让他们见您控制老人 让我一个外人看起来 我觉得您就是想控制老父亲 而不想让他们见 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各位也会有这种感受啊 对啊 对吧 而且啊 老三啊 你别看他们带头鼓掌 他们只是对这一句话 有些得意 哎 老三终于有人能看出问题了 实话 确实我们跟老爷子 同时我要告诉老三 这还是个没办法的事 你们还别高兴太早 是吧 没有别的高兴 这个时候呢 观众应该鼓掌 但你们吧 稍微平静一点 我就特别 我真深入影响 我为什么要鼓掌这个 因为我们 现在就说 他们老说我们不见老父亲 从来不是 其实我们 怎么说呢 想见见不着 哎 而且呢 有时候现在 叫孩子去 孩子都不敢去 实际上来讲 因为虽然法律上 没有严格规定 像你这样的行为 他的法律定性是什么 但从情理上 的确是不合适 对 所以三哥如果说老三 如果真的是有意也好 无意也好 我们在家还真没有 那你看啊 你看啊 那个三兄弟啊 这个各位哥哥弟弟妹妹 有这种感觉 说明什么呢 可能你在日常表现当中 有意无意的 对 妨碍了他们父子 父女做这种交流 那这个事 你今天既然来了 那你恐怕 就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吧 包括你们几个 大家尽量开始 努力的去把那个 很善意的 友善的那种 对 原始的状态 往外端 可千万不要 在老那以前 才多坏 干了多少事什么 就即便我们 看到了老三的问题 你们也不要 把这当成一种理由 抓着不放 对 你明白吧 坏坏不能 就要看人的好 几位要看到 咱们老三这个表现 刚才我说这句话 我说是不是 你有意无意 让人误认为 或者认知上说 你是在阻断 跟父亲的交流 他也点头了 我是看见 我告诉你们看没看到 我觉得人家有态度 这时候应该鼓掌 有态度 老大你看 该鼓掌的时候 你不鼓掌 人权鼓掌 你不鼓掌 老大补上 来 苏田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哥 您情绪不用那么激动 不 我没说什么 真是 我其实能够理解这两口子 刚才大家好像矛头都指向他 但是我是能理解他们的 因为他照顾老父亲 因为我之前 我爷爷去世之前 卧病在床好几年 然后我爷爷有五个儿子 一个闺女 然后六个孩子 轮流一人一天 去照顾这个老爷子 我知道照顾病人 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去找保姆 然后照顾老人 刚才这个大哥说的特简单 说大不了两三千块钱 我给他雇一家政呗 其实您还别说这么容易 现在好多家政人员说 我宁愿照顾小孩 我也不愿意照顾老人 照顾小孩容易啊 照顾老人多麻烦啊 但人家儿媳妇 照顾老人照顾的还真不错 老爷子起码是夸他的 所以这一点上 你要肯定 您不要老觉得说 老爷子一个月 两千多块钱的工资 都是他们拿着 他们赚了大头了 然后老爷子 没给老爷子花多少 但实际上这个功夫 他们其中花的 这个心理和精力 我觉得这个是 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不就是两千多吗 对 你不就是两千多吗 说句老实话 那三文鱼回来之后 老爷子吃两块 他们俩一人吃两块 这都应该是正常的 明白吧 他们都吃了 我也不说人吗 我告诉你 因为老头 老大 我就说一句话 当然肚子不好 这里边如果老爷子 非得让我说 交给谁最放心 我就交给你最不放心 你明白吗 您就试试 您就试试 我试试 那就得我心自去试 大哥是这样 我认为 这家里边 你丈夫没来 我觉得你丈夫来 我不知道是什么性格 他们家里边 他们老二两口子 肯定是二媳妇厉害点 就听他那说话状态 你们两口子 估计是这哥哥 厉害点 当家 这个他们 我当家不做主 他们两口子 明的是在老三厉害 暗的呢 是媳妇在当家 这个小的这个妹妹 我估计也是她厉害 所以呢 就是在你们这个家庭中呢 我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我只是从你们每个人的 说话状态上 基本看个八九不离十 就从这上面 我特别希望你们 相信我们的判断力 以及我们想解决 这个问题的诚意 刚才为什么提前要王岛 去和这个老父亲交流呢 我 为什么我会在场上 把这个老三 特别担心你们和老父亲 在一起的事 说出来呢 都是想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 咱今天要做的就是 怎么能让那屋 那八十多岁的老人家 接下来过得好一点 咱们这些人路还长着呢 老人真走了 兄弟姐妹们 说句实话 能过在一起 还能天天聚在天通院 那咱聚聚不在一起 咱各自过好都挺好 可是现在老父亲还在这儿呢 咱们这么闹合适吗 不合适 所以我特别希望 你们现在开始都安静一点 咱们听听专家 给我们出什么主意 咱们按照老师的做 看看能不能把这问题解决了 好不好 好 我跟老父亲说 我说你刚才在场上 说 我不想他们 我说你真的不想 他说不想 我说老二也不想 他说老二想 我说那小棉袄 你真的不想 他停顿了 我说你要真的不想 你这个小棉袄 我就怀疑老爷子 你这是不是亲生的 这小棉袄 他的沉默告诉我 他想 他要不想 他就说肯定不行 我说如果待会儿 我请你到现场去 亲自跟他们说一声 其实爸爸挺想你的 可以吗 因为你要再不说这话呢 他们就误解你 是跟老三站一头 要跟他们战斗到底了 老爷子说 我说了他们就能好 我说当然 老爷子说 可以 我不知道这个小棉袄 听完这个话 你心里有没有酸酸的感觉 你想说一句 你真的觉得你爸爸就 我没觉得我爸爸任何不好 我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 我到休息的时候 我给我父亲打了一电话 我说您用不用我开车接您去 您怎么去 我说我去开车接您 他想了想 后来说 我们好几个人 我说好几个人我不管 我只接您 你要说接 我就去接你 后来里边我不知道有人说话 后来他说 听到王导这句话 我真的很难受 我也很难受 我看到二哥也掉眼泪了 我不知道你听过这句话的时候 你心里真的难受吗 当然难受了 我要是说不想他的话 我就不会考虑说今天他怎么来 所以说 我说我去接你 后来他说 我不是批评你 但是我要是你 你要是真想让你爹高兴 你就不要加那一句 我只接你 那我肯定只接他 你想一想 这话是在制造矛盾 没有 破坏家庭关系的话 对 您再跟我说句没有 当然没有 我二哥 我二嫂 然后我在家我父亲 那我明天只能接他 你要是听了这个话 明明你要从他那把爹接上 您告诉我 因为他岁数大 他们可以自己做怎么走 我爹 那你干嘛要说这句话呢 你爹听了这话会坐你的车吗 你是想拉还是不想拉 他本来是要坐的 不对 后来他说打车走 我就跟他们打车走 那不是一个本来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人的思维状态 我让你看看你 你三哥 刚才青东 我们几个给你的这个提示了吧 我这倒不是说非得向着你 说实在的 四十岁才找个工作 自己状态那么差 这都是个听起来说 都挺丢人的事 老师说的 大老爷们 咱也都是同龄人 但是这我不能批评你 还有日子比你过得更差的 但是就这些问题 咱们就算算账 是不是说那几个坐在对面的 你的兄弟姐妹 人家当年帮咱也不少 刚才人家随便捋捋 那也能说出一堆东西来 对不对 抽烟给你带一朝 这个买衣服给你烧一件 这种事情我认为 对于一个当弟弟 或者当哥哥的人来讲 这个内疚过后 是不是应该跟人家说一声 跟几个谢谢了 这能累死人吗 累不死 而且我要告诉你 他们这几个人 你别看包括那老大撑的跟真的似的 他最扛不住的就是你来这一套 不相信你试试 你说大哥 以前的事 一会儿我再承认错误 但至少以前你们对我的照顾 我想说声谢谢 你说说试试 他能把眼泪出来 你信不信 出不来呀 你出不来我替你哭 来 不会说 你不会说吧 为什么 因为 以前 争吵完了 没我的错 最后接近因为我母亲跳 也是我去看 所以这就是你 我承认错误太多了 你为什么 什么都不说了 已经到这份上了 所以就是你为什么把日子过成这样 你要知道 今天你要是不愿意往前迈一步 你也就再找不着第二个平台能帮你的 你不想给大哥说 你不愿意对二哥说一声谢谢啊 二哥对你不好啊 对我 我没说他坏 你没说他坏 对 你什么时候说他好了 我怎么没听着啊 我没说他坏 你说他好了吗 你可以了解 我们 你跟我直接回答 你说他好了吗 说二哥 我没说他坏 我没有说他坏 二哥曾经对你的好 能不能说成谢谢 兄弟这样 王岛的意思 这人呢 大家都有个礼数 人家帮你了 得念恩 都是情分 来过来站起来 二哥 就这二哥 这一脸的泪 我就不相信 谢谢 好 站好了 好好说 谢谢 生了那么多 抽了那么多烟 照顾了那么多 不能好好说成谢谢啊 把这装口袋里边 好好说 我想问一下 二哥 你为什么那么难受 一直在掉眼泪啊 都是亲兄弟之间的事 这刚刚王岛说这些 是 我总觉得 老三应该是 为什么说上次 你说叫老大来 我为什么把你们约在一块 我就想有机会 亲兄弟之间 把事都解决了 为什么老父亲 父亲节 我要请 要想聚一聚 老爸生日 我要聚一聚 为什么 我就希望咱哥们几个 以架子 跟以前一样 有一个能够交流的时间 能有一个机会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得到过 老二在场上 说了那么一句话 我今儿就是分清楚 我不想跟他们和好 可能你经常看我的节目 老三你说 老三 老三我告诉你 这事呢 不是我们每次节目 非得看到你们 非得有个什么大结局 是你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永远沟通不了 沟通不了就得到不了 得到不了 就永远就是打下去的 就这么个后果 你以为我们跟这 秀一把高兴 然后大家一握手的事吗 对于我们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您二哥 给你所有的帮助 您真诚的说一声 谢谢 这能累着吗 您很好 走过来了 按照你的性格 可能很难做到 我刚才犯了一个 最大的错误 是先让你奔大哥来 但是你根本就 没你大哥聪明 你别看他喝了酒 糊了糊涂 他才一点不糊涂 你站起来 跟三弟说 哥哪做的不合适的 当哥做不到位的 说声对不住 你先来 你是老大 大哥长 长俊为父 我就对他太好了 太那什么了 大哥是这样 我哪有意思 所以你敢说一句说 大哥说声对不起吗 你敢吗 我没有对不起他的事 其实刚才二哥说这句话 我心里很感动的 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像他一样 有这个态度的话 这事就简单了 我就不相信 你们哥几个 从两岁开始就仇人就打 一直打 就飞着打 老大死头一年半还好的 所以说老大 人家想吃什么 我会给他做什么 老大我告诉你 作为一个老大 这么折腾自己 这么面色上带着那种疲惫 你以为你痛快吗 你以为你天天这么撑着痛快吗 你也不痛快 那是 你以为他痛快吗 他也不痛快 你试一试 你假装跟他握一下手 你发现特别难受吧 你觉得那是一件 特别难做到的事情 你试一下 你先跟我握一下 没问题 没问题 什么感觉 哎呦 热乎 热乎吧 你先跟我握一下 来 老三 我这手 按着特别不舒服 还行 你俩永远不可能握在一起 是因为 你俩记住的都是对方的不好 你俩记住的是 对方曾经怎么握了 如果 二哥 你愿意跟大哥把手握着吗 可是 我们俩就不用比较了 可是二哥在他的意思 我就不用比较了 让二哥连一下 我明白的意思 你二哥抓你一下手 能出人命啊 哎呀老大 勉强 老三 咱们怎么做 好吗 是这样啊 我现在 我可以这么说一下 我看你老大 我房子我还可以不挣 当然老爷子 我可以 当着大家这么说 现在老爷子要跟我走 我照样我该怎么好 我该怎么样怎么样 我绝对不会说 晃他 他为什么前几年 不这么说出来 说这老爷子 赡养了你 为什么今天说出来 今天老爷子 为什么要给老爷子说出来 好那这样啊 没关系 我您现在不是养不了了吗 我养 可以吗 就在老二的肺腹之眼 感动现场 所有观众的时候 可能是内心的借地太深 老大仍然无法接受老三 调解工作 仍在艰难的近期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看的是人的性格 马剑老师 对 很明显的 这个大哥的性格呢 他是 我们说 善意一点 就是比较耿直 有什么说什么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您的那种表达方式 我不知道跟大嫂的 关系处得如何 不知道跟以前的同事处得如何 您这种表达方式 在某种程度来讲 就直来直去 不带拐弯 既没有保护自己 同时也伤了别人 这是我对您的判断 苏婷 我觉得这个一个家庭 要不要和睦 这个老大是至关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老大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应该能受点委屈 吃点亏的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哥 他是最不吃亏的人 您不是说 我倒是觉得 我倒是觉得 这个大哥不是没受过委屈 不是没吃过亏 但是您要把你吃的亏和委屈 全部说在嘴上 我觉得这点是最不好的 您吃了亏受了委屈 难道您的弟弟妹妹不知道吗 他们都知道 但是你翻来覆去 跟他们讲 你吃了多少亏受了多少委屈的时候 人家就不尊敬你了 所以我觉得作为老大 你得有点姿态 为什么不能让一步呢 为什么既然吃了这个亏 受了这个委屈 就不能说装装你的姿态 让人家更尊敬你呢 对 我也装装姿态 不见证 我经常说呢 一个成功的人呢 他需要具备几种素质 我们在现场见了那么多人 我不能说 谁在说这个平台上 越人无数 但是也差不多 因为每天呢 来都是不同的人 一个成功的人 我们常常会发现 他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比如说二哥 在这个家庭中 显然情商会比老大和老三高一些 什么叫情商呢 情商就是遇到事情 解决事情的能力 我认为这就是咱们老百姓 所说的情商 那么一个人 如果我认为什么样的人 他就情商比较低呢 他可能是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我先把我说痛快了 那么说痛快的结果是 事情没有解决 我自己生气 别人还生气 然后呢 这个情商高的人呢 就是我把这事解决了 所以最后我想得到的 我都得到了 那么所以他就成功了 为什么有些人 他就能做那么大 他就能成为世界首富 能成为这样那样的人 我们常常去看他的性格中 一定拥有非常强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说 经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特别希望看到 这一家人 可以和和气气的开始 他们的新的 一轮的这种磋商 他们可以坐在一起 像兄弟一样 探讨父亲日后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努力 但是这个努力呢 被两个人 如果破坏的话 你们认为是二哥给破坏了呢 还是大哥破坏了 认为是大哥的 请举手 大哥请你回头看一下 不用看 不用看吧 认为是二哥的 没有人举手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大哥呀 这个我不是说 今天我一定要针对你 是你真的一点都 不知道自己 坐了老二的位置 老大成了大哥 老二成了大哥 老大成了二哥 你在影响你二哥的情商发挥 他那心中一肚子 想为这个家里头 做一点务实的事情的时候 你不断地在破坏 或者这么说啊 你还不能帮郑忙吧 你再帮盗忙 他一直就往一块带 他一直往 你为什么要一直破坏呢 他就有些人 他就一不饿 那有些人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的现场 我们看到的是 你让观众说实实 那我现在是这样了 为什么已经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开始 刻不开始 是这样啊 大哥我想跟您说啊 这个世界上什么叫美德 我认为第一个美德 就是宽容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所有来的人 如果我们都计较于 过去的事情的话 那么这个生活就没有办法往前走 当大的去上去 好 好 好 上去 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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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对 我们别算了呀 当大的 老三 别算啥 我不想 看见没有 老三 老三 我不想 你看没有 对大家看见了吧 对吧 那人家给人家当大哥的 人家当大哥又过来了 反正解决问题了 看说无效证 听我一个话 为什么呢 我都要认识你 听我说 你问题怎么解决 那位全力证 你别管他 他要不过来 咱就不管他们家事了 我们不强谷他 不强谷 老三 对吗 对 我跟老二 没什么 你怎么能够快走呢 老三 你听我呢 要我过去 你过去过去吧 那你过有什么 说不开的 不是说 一个娘的肚子也出来的 有什么说不开的呀 要说开就不能存在了 刚刚我过就过去了 那人家现在过来了 你就基本人家有错了 别动 老三你站那 老大 再过去一次 跟我走 再过一次 来 来 人家又过来了 两次了 谢谢你 你得谢谢大哥 对 谢谢大哥 说说谢谢大哥了 你看见你媳妇提的 媳妇提的 谢谢大哥 说了 他刚才老三说说谁来 这个 你真是个笨蛋 来跟我过来 站这就行了 性格都很倔 妹妹 拉着你手 不犯错误吧 你老公没来吧 你回去你跟他说 对不起了 我也是为了你们家 你俩谁也别说什么 对不起 我相信 你们俩还得很近 一个娘台里出来的 这么漂亮个妹妹 小的时候我就不相信 你不为你有这么个妹妹 骄傲 现在 有矛盾了 看着哪都不顺眼了 好好端向端向你这妹妹 好好端向端向你这哥哥 说实在 我经常问那种愚蠢的问题 真的你哥走到边上 跟我一块俩人一块掉 你就再我一把不理你哥 做不到 亲生的就是亲生的 我就 要求你做一件事 你再把这个手搭在你妹妹肩上 感受一下 这能是仇人的肩膀吗 这是你们家仇人 别动 妹妹 这是你们家仇人肩膀吗 这跟我肩膀 王大师 等一下 咱俩跟你握我手 我告诉你 你从始至终没想跟你争过房子 你一直在误解我 好了妹妹 首先房子里妹妹有态 听明白了 我一天我一时就 听我大哥听我说一句 因为我上来的时候 王大师问我这房子怎么怎么样 他就问我 他有这个权利 那个权利 我本来也以为他垫进房子 人家明确跟你表态 没有跟你争房子 你也别再说 在乎不在乎 房子了 跟你三哥再握一次手 我这人就喜欢看人握手 握一次 再握一次手 咱就往下解决 你看看你哥哥 咱们北京人有句话 叫互相给面 但是我们今天看的 还是大家有面子的 都互相讲个面 对 我想请三嫂表个态 对了 你别让他表态 王芳 你让三嫂走过来吧 你们也过来吧 你们哥嫂几个之间 我过去吧 我过去 也过过话 以后也过过话 三嫂 哪不合适 挺多担待 你们再帮我 二哥大哥你一直照顾不错 不管这么说 我是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我肯定照顾好 你们放心 再一会儿 我希望咱们 还像你谁一样 妈咱一样 咱们活不相处 好好的住 好好的不用说了 知足了 好 好 大哥好 多分次 是没什么 是 是 我肯定照顾好 走吧 走吧 过得了 好 你 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么难受吗 你家是好 能够团圆 我们所做出的理解 不是为了别的不由就回报 只要就理解 他能够这样我就心满意做 有时候人在争这个争那个的时候 我真觉得 其实就是争了一份感情的复苏 大嫂刚才的声音真的让我很感动 因为她告诉我一个信号 这是她很久以来的一种需求 只是她不知道怎么去要 今天在场上大嫂的话最少 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哥 我很喜欢你的性格 可以说我们可能如果在生活中挺像的 只是我比你经历的多 虽然我年龄没年大 但我经历的比您多 所以我可能会压制自己 您找这么一个媳妇真挺好的 老三我们俩特别好 我们两家走的皮她蛮好的 您问问老三 是这样吗 是这样 那个大嫂帮助过您吗 对 三嫂 帮助过 三弟你愿意跟大嫂说句话吗 我说我感谢我大嫂 感谢大嫂是吗 因为人家从来不叫大嫂 都是叫姐 是吗 对 你今天愿意叫个姐吗 姐 此时我们发现 在观察室中 一直观看我们现场调节的老父亲 眼里也泛着泪光 节目录制后 几位兄妹也终于来到观察室 和老父亲叙旧唱谈 而且在这次谈话中 只有关心 愤厚 没有任何利益的掺讨 此时 房子问题 似乎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兄妹纪人 在陈律师的分析后 表示会回家进行协商 因为他们现在 有了更重要的事 就是一家团聚